屏東南州鄉公所日前舉辦劍走活動 請在地業者打造獨特雞蛋造型肥皂當作伴手禮 結果做得太逼真了 有鄉親拿到之後以為是真的雞蛋 就直接放進冰箱裡 還有人準備要滷茶葉蛋 就怕肥皂被民眾給吃下肚 公所也緊急製作了影片澄清 避免民眾誤食 圓圓一顆土核色 怎麼看就像您我熟悉的這項食材 肚以為是雞蛋 對 對 一肚是雞蛋 直覺猜是雞蛋 但答案只對一半 這是擬蒸造型的雞蛋肥皂 蒸甲放在一起 左邊是肥皂 個頭比較大 右邊是蒸雞蛋 不怪大家認錯 只怪造型太逼蒸 日前元宵活動南州鄉公所舉辦劍走 提供肥皂伴手禮 沒想到獨特雞蛋造型 民眾竟然當成蒸蛋 非常驚喜的東西 然後又食用 沒有想到他們真的是拿去冰了 而且又拿去要去煮 我就很擔心 他們真的拿去煮 有人回家直接擺進冰箱 還準備滷包要滷茶葉蛋 下鍋要煮 急得香掌出來澄清 一盒六顆用透明盒裝起來 還有仿真批號製造日期 細看才發現是肥皂啦 碰水真的會起泡 有紋路 蒸的雞蛋 蒸的雞蛋你看都是沒有 蒸的雞蛋 不能煎也不能煮茶葉蛋 只能洗香香肥皂紋創品 仿真造成美麗無貴 記者蘇世偉屏東報導 等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